以爱同行、携手并进为主题的 闽台天主教本地化研讨会 5月22号到25号在厦门举行 福建省天主教两会、天主教厦门教区、 台北总教区、台南教区、高雄教区、嘉义教区 等单位的嘉宾、代表和信友近百人参与 在福传牧林文化共融与信仰实践三个主题做分享 众人为传扬天主的福音彼此做经验交流 与厦门教区联合主办的台南教区黄敏正主教 在研讨会后特别接受本台的访问说 此次研讨会的三个主题是福传牧林、文化共融和信仰实践 每个主题各有四个主题 所以共有15篇论文以收集成册值得参阅 我们在主内团聚一起谈信仰、谈文化和福传 福传的本地话就是传福 把真正的福传出去 福就是共好、你好、我好、万物都好 这就是天国 耶稣召叫我们并派遣我们过去建设天主的国 所以福传是我们的共同使命 教会是一个在同一信仰内的共融团体 在多元中朝着一致的目标前进 如果各个地方教会以及宗教与政治的关系 是利于平面的物质的或是利益的层面 以此将无交集而且渐行渐远 并会呈现纷争的局面 唯有向上提升 在造福人民的共同目标下才能达到真正的合一共融 教会应扮演路牌以及灯塔的角色 为世人指引生命之路 结识圆满的天国才是人生的终极目标 今日福传实在不容易 因为除了在佛、道及民间宗教圣行的大环境中 要吸引人们来接受天主教信仰挑战极道 其次是人人都受到科技日新月益的影响 包括AI、3D产品、媒体等的左右 加上物欲高涨的影响 信仰快速的被淡化了 在时代潮流中 教会是中流砥柱 要持守真理 宣扬福音与普世教会同步共融 此外 在福传上善用科技与传媒 在管理上数位转型 我们不可被时代淘汰 相反的 我们应犹如主教权杖的问号的形状 常探寻三个问题 天主的旨意何在 教会的训导何在 众人的需要又是什么呢 敏台 两地教会攜手举办天主教本地化研讨会以圆满过目 期盼此圣会产生 普遍效应 恩责广批 研讨会围绕着本地化这一个主题 展开了深入的探讨和交流 分享了两地 在推进天主教本地化进程中的经验与教训 期望敏台天主教会继续携手并进 探索更加多元的交流活动 开创两岸天主教会合作交流的新境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